欢迎来到PVZ资讯频道 只要发现一手资讯 都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希望能送出手里免费的长按点赞三连 回归正题 根据植物大战将尸2官方发布的爆料 隐石神器的属性放出来了 具体如下 这个神器属于科金神器 会在后续神器礼包现实投放 那帮忙做个调查 你们花钱买过神器吗 买过的扣1 没买过的扣2 接着讲它的主动技能 选择厂商任意一个格子 释放隐石神器 对待格子为中心的5x5区域内降下5枚隐石 这个范围不含场外 也就是限制了场外杀了 接着隐石将对击中格内的植物和僵尸造成重大打击 秒杀被砸到格子的植物和最多3个中小型僵尸 其余未被秒杀的僵尸受到高额伤害 同时 对于落点为中心的3x3范围内所有僵尸造成短暂喧音 直接好家伙 估计是可以秒杀实界僵尸 而且重体型僵尸也能秒杀 同时也是内鬼神器 植物也会遭殃 陨石落地后将停留在原地一段时间 持续期间 对经过陨石的僵尸造成持续灼烧伤害 被灼烧击杀的僵尸会以灰尽形态死亡 陨石持续期间 可以点燃经过陨石的直射豌豆类子弹和花生 这个效果还挺有意思 火炬树桩直呼属于它的换皮模型 接着聊聊三个被动技能 被动技能一 随等级提升 增加陨石的火焰伤害 并随伤害提升改变火焰颜色 盲猜顺序就是橙色火焰 蓝色火焰 紫色火焰 被动技能二 每隔一段时间 随即在地图右侧五成五范围内存在僵尸的一个格子内砸下一枚隐石 如果没有存在僵尸的格子 则会等到第一个僵尸出现时再发动 这个也有点意思 就是不知道这剑隔时间有多久 被动技能三 经过灼烧区域的僵尸会被点燃 燃烧期间每秒受到百分比伤害 持续若干秒 这个技能竟然还是百分比伤害 最后总结一下 克金神器和国际浮流星花很像 被动技能没有给植物增幅 但是燃烧效果却至百分比伤害 也有网友提出一些疑问 一 能打死恶龙小鬼吗 二 能秒杀五阶的树林护卫吗 三 陨石应该是障碍物吧 那应该也会被某些植物给打掉 四 陨石如果掉在海盗港湾或巨浪沙滩会怎么样 五 陨石如果砸在有障碍物或者boss所处的位置会留下还是没有 这五个问题都得更新后去游戏内测试 好了 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们下期接着聊 点赞关注评论